原型大陣仗在黑色轎车周围 拉起封锁线 监视小组成员也到场搜证调查 因为附近民众发现 竟有两名男子沉湿车内 死状离奇 他两个都躺在那个前座 那引擎还在发动 出不看起来 那个死者身上没有任何外伤 没有那个烧灯的迹象 那个死者他有那个口吐白沫 死者家属获报到场认识 难过的颜面痛哭 怎们也无法接受儿子出门工作 竟再也回不了家 离奇命案发生在嘉义 26号晚上这台黑色轿车 停在新港艺术高中附近 好几个小时 明明引擎有发动 车内却毫无动静 引起民众注意报警 警方到场发现 车内满是摄影真信设备 坐在前座的46岁无姓男子 和32岁王姓男子 疑似是真信社同事 两人的通联记录显示 他们在下午两点半 曾向公司回报工作状况 到了三点却说车内很热 头晕 接着毫无音讯 直到晚上七点被发现时 两人早已口吐白沫身亡 警方怀疑可能是怠速缺氧 引发氧化碳中毒 酿成悲剧 切在内循环的时候 它的换气的效率 大概剩下百分之十五 如果长时间在车子 车内吹冷气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车内的 那个二氧化碳的浓度会升高 由于老旧车辆怠速时 引擎式废气可能会跑进车内 含氧量也会逐渐降低 所以冷气一定要开车外循环 车窗流缝气才能避免怠速窒息 而两人疑似在跟肩搜证过程中 因为怠速意外宿命 到底确切死因为何 检方将要进一步项艳离清